我跟你保證他還要再繼續幹下去 因為禮拜二如果通過之後 民進黨一定會提示線 他一定會說你怎麼可以 侵犯監察院的調查權之類的 搞不好連國情之吻都質疑也有可能 賴清德就會說等確定核線 他的部分才要執行 就是是不是接受國情之吻 其他照理講跟你總統無關的 就要先按法律走 直到釋憲結果出來為止 比如說卓榮太敢讓他的部位首長 如果委員要求要做人事的聽證 你敢拒絕嗎 因為國會改革法案過了 你現在在提釋憲 我覺得最糟的狀況就是 民進黨以法案釋憲中為由 拒絕配合執法 想必已經可以往這個方向想了 不 這個就很極端了 因為如果只有賴清德一個人 說國情之吻他不配合 要釋憲結果再說 因為立委沒有辦法碰到總統 可是部會首長 你不管是答詢或者是預算 可是非送到立法院不可 你敢不接受人事聽證嗎 我相信他不敢 那如果他真的這樣幹 那我跟你講台灣就大亂 然後玉山就不省 當然是這樣 所有的玉山無法執行 就整個大亂 就整個大亂 那我不知道那個時候 是不是群眾又要來 那錢真多 那個就是執政久了 錢多了 動員巴士 還有提供現場的食品 經費充分 而且我跟你講他那個網路的作戰 很多很明顯是網路公關公司 非常完整的商業模式 那個基本上 國民黨中央黨部 跟一般的立委助理做不到 做不到沒有這麼專業 不可能 因為那個頻率還有數量 都遠超過你的負荷 那個大概就是有專門的辦公室 比如說你走進去 那就是大概二三四部電腦這樣 一定是用這種方式操作的 所以我說那很多都是封包的 就直接灑出去了 那當然這個 就是說一個政黨變成這樣 這也是台灣的悲哀 執政黨 不就是說 就是說你 你把這個議事的工房 立法院的法案工房 當作選舉 沒有人討論一些內容 因為選舉就會有一些假消息 他連審查法案都當作選舉來操作 那以後什麼鬥爭都是用網路公關公司 然後群眾動員 那這樣要討論什麼 你去看包括群眾上台的代表講什麼 還有民進黨上台的代表在講什麼 請問他們有在討論國會改革嗎 都是動機論 不然就是說你違背你當年的理想 那你如果說你違背當年的理想 那民進黨哪一個不是這樣 我剛剛已經講過了 國會改革民進黨每一個人都提過 那怎麼現在都忘記了 那如果都只會用動機論 那我也可以用動機論來質疑你 就是因為賴清德執政 你這些行政院的部會首長都不堪檢驗 我也可以這樣說 所以你們不敢打開巴西雞蛋 快篩小吃店 的黑箱 我也可以這樣質疑 那這樣質疑國會改革怎麼討論 所以我說這個就是台灣民主政治的悲哀 就是看到這樣的總統 你明明可以不要寫這個臉書 那你偏偏要寫 還在選舉 而且甚至他可能以為 這個繼續鬥下去 2026才有贏的機會 搞不好就是這樣想 我覺得民進黨的策略當然就是禮拜二 因為禮拜二應該就是最後 這個會期能夠排審查國會改革法案 應該就是最後一天 因為禮拜五是私人報告 私人報告下午就總質詢 總質詢就要排好幾個禮拜 除非你還要印差 藍白還要去臨時改議程 那又是另外一個衝突 我覺得民進黨真的有可能這樣想 就是說禮拜二就最後一天 因為只剩下12條 而且不能再鎮定 那如果順利表決應該 五點之前就可以結束了 這個 可是他一定會不讓韓國瑜上台 對不對 那不知道還會有什麼奇怪的招數 比如說會不會在 是試圖要污損議場 把議場弄得一團亂 沒有辦法開會之類 先曝光可能的陰謀 沒有又丟水或者丟髒東西 以前丟過雞蛋 還有丟過內臟不是嗎 我是說他們能夠做的 就是讓議場無法進行 至於群眾我覺得 從這兩天 動員群眾都上萬 都沒有衝撞立法院的現象 表示他們應該是有下紅線的 就是說就是純粹造勢 那當然主要目的 主要目的 本來民進黨的人 就是跟國民黨 就是一直是鬥爭關係 所以他們主要目標 是要鬥民眾黨說實在 那民眾黨因為很不幸 陳婉會不在立法院 所以整個民眾黨感覺 就是只有黃國昌一個人這樣 所以他們當然就看得很不爽 那當然黃國昌因為他以前 是太陽化運動起家的 人家就會拿他過去來對照現在 那民進黨不是也一樣嗎 請問這一次國會改革的五個案 哪一條以前民進黨沒有提過 請問都找出來了 柯建民 顧立雄 吳思堯 你們都提過 那你如果說黃國昌 此一時比一時 那為什麼你自己也一樣 所以你要罵黃國昌 要不要也看看自己 民進黨長期在野的時候 因為我那時候也 我當立委的時候 國會也有一陣子都是少數 民進黨就是再提國會改革法案 就認為行政機關不透明 需要更大的權力監督 民進黨以前還主張要廢除監察院 結果你現在監察院 把監委認得滿滿的 然後閹割他的權力 有在運作嗎 高端監察院有去查弊案嗎 巴西雞蛋快篩 有查案嗎 有嗎 沒有 你自己閹割了審計權跟調查權 立法院當然就說我來行使 這有什麼不對 所以我說 你光是看這些人在 包括我的好朋友王世堅 他剛剛在立法院講那個 也不是在討論國會改革 他就在修理別人吧 是 那同樣我如果上去 我也在修理柯介明 說柯介明你以前主張過什麼 你以前還主張聽證 如果虛假不實 還有刑責 比下還言 那我也可以去追尋 十幾年 二十年前的柯介明 大家都來搞這個 還要討論什麼法律 所以我是覺得這個就是雙標 非常典型的雙標